新宜鄉公署經營的流離港支橋建興興區 自今年開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到上下天本來就是新宜鄉的觀光燒過 最近還在每個月有客人數大見 因此新宜鄉公署幾月要將一星期一天的興興日 增加到三天 對方建議公署可以探增加的興興一期間 讓中正興區來景觀 新宜鄉的流離港支橋很窟 在2014年到月底正是開用到大已經要6年 多開發的興趣 保持很大部分的原貌地下 是興趣長久的地方 即是隨著台灣 越來越多的大小規模的觀光燒過出現 流離港支橋就漸漸退休 在到今年避難的疫情影響 由於人數大減 因此新宜鄉公署幾月 要將一星期一天的效果增加到休三天 本來這個夏天就是我們新宜鄉的旅遊淡季 又逢這次的疫情關係 我們的來客數 向到到三層左右 剩下三層左右 因應蠻困難的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延日延長三天 確定的日期 等我們內部研議後再進行上網公告 我們地平人的生活是慢慢不扣 因為地平人很多人扣 這個玻璃球的行李在生活 你如果想說這樣來效果 是影響了官家的村民 他要做這個生活 他的收集 雖然收集不很好 但是不用講 還有我就維持他的生活 你現在改做這樣之後 有機會越來越少 曾經創下一年 千萬收集不留離光之橋建行航空 現在面臨到 可能需要鑽鑽鑽鑽鑽 讓地平感情比例 而建行信仰公司 可以賺到整個效果一期間 好發動進航空來景觀 因為UK人所大減的關係 信仰公司只好增加效果 來做營運 但也表示 大家以前減退 UK回流 公司也會馬上回合進行 一禮拜一天的效果 記者今天就差不多